小丁也不客气,包了一颗碰嘴里画着,含混不清道,杜医生,您发没发现蓝医生有些不对劲啊?杜许晨挑眉,哦,哪里不对劲?小丁道,我转来咱们科也有几年了,我从没见过蓝医生慌张过。 他嚼碎巧克力,说,还有啊,我怎么觉得他和十三床那个病人认识呢?蓝医生每次看他都怪怪的,气压特别低,我站他身边都快被冻死了。 杜许晨可不是个爱八卦的,他抓出几块巧克力塞小丁口袋里,掰过他的肩膀往门口推,说,嚼得牙都黑了,快走快走。 关了门,杜许晨轻叹口气,还晃了晃头。 蓝旺基是大他两届的学长。 杜许晨记得,刚开学纳会,他们大一就被蓝旺基罢了评。 风云人物嘛,人人都很好奇,他也不例外。 可几次接触下来,杜许晨就觉得这个学长厉害是真厉害,就是太冷了,好像没有人能走近他。 别说小丁了,认识这么多年,他也第一次见师兄如此。 所以才忍不住相劝,把人劝回了家,自己揽下师兄的工作。 管他们认不认识呢,能让蓝师兄乱了方寸的人想必不是一般人。 蓝旺基已经连续工作了四十多个小时。 以前也不是没有过这种情况,可这次不同,他频频走神,甚至在病历本上签错了字。 这太不应该了。 蓝旺基自己也清楚,这样子不行,如果出了什么事,那将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。 出了医院,他拐上了另一条路。 有些日子没回老宅了,兄长总念叨,也该回去看看叔父。 蓝旺基见他回来,特意去煲了汤。 蓝旺基坐在沙发椅上陪蓝旗人喝茶,给他讲讲最近遇到的病例。 不错。 蓝旗人抿了口茶,说,医学上就没有马虎的事,累了就别逞强。 你歇歇医院又不是不能运转了。 蓝旺基恩了一声,又给他把茶满上。 谢绝了蓝姨的挽留,吃过晚饭,蓝旺基拎着汤中回了家。 蓝姨看着远去的车叹了口气,蓝旗人悠悠道,行了,也不是第一次这样,随他吧。 密码锁钉的一声打开,换了鞋,蓝旺基把汤中放进冰箱,去卧室拿睡衣洗澡。 出来时,把洗好的衣服晾上,打开扫地机器人开始工作,又给阳台的花草浇了些水。 明明很困,可他并没有回卧室睡觉。 机械般弄完这一切,他静止去了书房旁的小房间。 连开门的动作都那么小心翼翼,像是怕扰了什么。 屋子不大,一张铁皮单人床,一张老旧的黄色木制刻桌,一把缺了根板子的学习椅。 课桌上摆着某年高二的教材,书桌里塞着一些蛋黄的试卷和课外书。 椅子上挂着个黑色双肩包,里面没有书,没有本笔,静静放着一个扁了气的篮球。 床边挂着件高中校服,仔细看还能看清上面的油笔道和蓝色墨制。 这小小的抑郁仿佛一部就电影,被按下了暂停键。 蓝忘机慢慢拿下校服坐到床边,慢慢躺着,将校服盖在身上,再慢慢合上了眼镜。 他并不经常睡在这里,只一切特别的日子会来。 多希望是旧梦一场。 一觉醒来,发现自己还在高二的课堂上,那个逃课打篮球的人敲咪咪从后门进来,将篮球塞进背包,汗层层地冲他笑,然后抱着校服趴下去补觉。 终于熬过六个小时,赵普进到了些温水,管小护士要了根吸管给魏无羡胃水喝。 毕竟经历一场大手术,他身体素质再好也起不了身,试探着冻了下就疼得呲牙咧嘴。 杜许晨和小丁来查房,询问了些术后问题。 好不容易能开口说话,魏无羡急急地问,蓝医生怎么没来? 杜许晨在心里嘀咕,看来真的认识,而面上却看不出什么,直到,蓝医生休息了,这两天有我负责,有需要就按呼叫铃,或者去办公室找我,都可以。 赵普竟是个粗汉子,对上杜许晨这么个丝丝纹纹,说话软声细语的,一时竟扭捏起来。 大手在黑色工装裤上抹了又抹,最后冷冷地来一句,多谢杜医生。 这两天来了好几拨人了,队里领导,市局的,还有些知道魏无羡受伤偷摸来探望的队员。 池子月就是偷跑出来的一个,他可怜兮兮爬床边说,队长,你不在,哥哥们都欺负我。 赵普竟在他脑袋上揉了两把,宠溺道,等队长回去,给你报仇。 池子月是他们特晋大队的老妖,今年才17岁,跟魏无羡刚到队里时差不多大。 他跟郑苗红,祖上几代都是众人,因为叛逆期被老爹丢进部队,机缘巧合又被挑进了特晋组。 魏无羡用脚须须踹了踹他,说,快回去,偷溜出来还有理了。 他并没有让人陪床,用不着。 16-17岁就进了部队,什么苦没吃过,什么疼没忍过,受点伤就要死要活的。 这时,跟他魏无羡不沾边。 夜里的医院灯火通明,站在窗前能看见对面病房忙碌着的人影。 立在窗边啃包子的大姐,坐在床边包橘子的老伯,给孩子扇扇子的年轻妈妈。 真好啊,虽然病了挺难受,但最起码有人心疼啊。 魏无羡又想到了拦望机,隔着口罩没看见脸,那那双眼睛他这辈子都忘不掉, 听小护士说自己的手术是他给做的。 择斯,动作大拉扯到了伤口,魏无羡扶着窗台缓了缓,腹又重新直起身。 纳兰忘机一定清除自己的伤了,一定会猜想是怎么受的伤。 魏无羡叹了口气,有些心虚。 今天赵普敬又一次问他是不是认识纳兰医生,怎么感觉怪怪的。 魏无羡自嘲般笑了笑,何止认识啊,亲都亲过了。 如果非要给个定性,那老同学,或者还没确定关系的前男友, 他折回床上慢慢躺好,平时用来研究罪犯思索作案计划的大脑, 这会专心致志研究起帅气的蓝医生。 要怎么打招呼呢?要怎么解释当年的不告而别? 找什么理由才能让这么多年不联系听上去合情合理, 掏出手机又放下,魏无羡避言吐气, 觉得自己有点渣。 十六七岁,别人眼中不懂爱的年纪, 可蓝旺基却体会到了想念一个人到底会想到何种程度。 不管看到什么东西,看到什么人什么景色,都会想到他。 会下意识地在人群中搜寻,哪怕有一点点相似都会多看两眼。 甚至出现过幻觉,那人额骨贴着窗口贴,咧着嘴远远冲他笑。 恍惚也只是一瞬,蓝旺基明白,谁也不是他,谁人也不及他。 这一觉睡得并不好。 断断续续做着梦,一会是数学课,一会在篮球馆。 转眼在国外进修,在和上眼睛又变成满身血的男人躺在手术台上。 起床后,蓝旺基开了跑步机安静地跑了四十分钟才去洗澡。 如以往无二,简单的一餐,泡一杯咖啡钻进书房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